Hello 各位女生日常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Magalem 欣彤 這個情況A 跟男朋友一起五年 但覺得男朋友有很多缺點 想提出分手 但因為拍了這麼久 習慣了一起不敢分手 我想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男朋友能改變 你還愛不愛他呢? 如果是更愛的話 當然是繼續一起 而希望可以努力感染到他改變 如果你覺得已經磨得爛了 純粹是一個習慣的形式 我覺得撒脫鵰會比較好 情況B 已經跟男朋友拍拖十年 兩個人到了識婚年齡 經常被問何時會結婚 自己很想快點生小朋友結婚 但男朋友完全沒有意欲向他求婚 其實這些問題我也聽到 我發現 男朋友不想結婚 是純粹他本人對於婚姻沒有憧憬 覺得不需要綁在一紙婚書 還是他不想跟你結婚 我會問清楚他 如果你不結婚 你會不會有把握 或者你有否一個心想和我走一輩 因為結婚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代表著這件事 他承不承諾你一輩 而結婚就是 承諾是大到告訴全香港的人 連法律都在內 但沒有結婚呢 其實就是 如果思想都已經去到結婚的層面 我覺得一紙婚書不一定要有 情況C 各方面條件都不差 但單身很多年都找不到對象 身邊的男生都覺得不適合 自己很不容易Friend鬆了人 很不小心 不是很不小心 自己很容易不小心Friend鬆了人 這個情況是不是我的情況 對 我也好像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個沒什麼 這個就是我現在 我覺得儘量Be a better me 就是做好自己 例如運動 保持身形 健康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 愛自己多一點 增值自己 又或者其中一個提議 不過我沒有這樣做 其中一個提議可能是玩交友APP 因為我有朋友真的這樣拍拖 又拍得不錯 但這個要小心 就是在你一起之前 你要觀察這個人 比較久的時間 因為始終 不是從小玩到大 又不認識他身邊的人 所以 要看定一點 看久一點才決定 這個是否對象 我新歌 《失戀的人站起來》 就是很想鼓勵一些失戀的人 怎樣我覺得最有用 和真正可以斬起來 實戀的人 就是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傷痛 被自己發洩 被自己哭 被自己去找朋友傾訴 這個就是 我這一首新歌想說話 今次這首和以往有些不同的 就是唱的時候 是一個第三者的角度 我自己不是失戀的人本身 而是在安慰失戀的人 人生經歷過兩次 真的失聲 長時間失聲 今次就是第二次 其實兩次都是一樣的 我想是 情緒有些問題 還有很大壓力 可能加起來 其實是心理上有很多問題 因為我兩次都是去 耳鼻喉科照聲 其實那聲音沒什麼事 就唯獨是 我想是心理影響 生理 氣餌的感覺是曾經有的 因為那時候痛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好 但每天就痛 那種不知道要等多久的等 是很漫長的 我覺得跟我這首新歌一樣 無論是失戀的人 或者有我這個情況的人 我覺得真的不要死慘 我自己就是爆哭 其中一個方法 沒有了一個可能你習慣依賴的人 可能早上跟你說 早晨、夜晚又說 Good night 突然沒有了這個人 是很辛苦的 但通常哭完 是真的會有release 壓力 譬如心好像有石頭 摺著那種感覺 在哭完之後 是會輸壞到